美美、中美贸易战恶果显现?美多个行业受重挫? 早点成读。 彭博社报道说,中国正有意避免直接从美国采购大豆。 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,对中国的大豆销售从4月第一周,贸易争端开始的时间,的大约25.5万吨下降到截至4月26日的那一周的7900吨。 取消销售的情况也大幅增加,在截至4月26日的那一周有超过14万吨的大豆销售被取消,而去年的同期根本没有取消销售的情况。 报道称,这场影子贸易战的另一个受害者是从加利福尼亚州到南,北卡罗莱纳州的大约2000个核桃种植户,它们大约三分之一的核桃会销往中国。 3月底特朗普提出钢铝关税后,中国对核桃和其他一些美国产品加征了关税。 赫德森山核桃公司的执行常说,这一惩罚会伤害买家,并直接影响到种植户和出口商。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,卡特比勒公司和哈雷、戴维森摩托车公司等企业已经在财报电话会议上说, 今年,关税导致的较高农矿产品价格预计会拖累公司业绩。 建筑和采矿设备制造商卡特比勒公司的管理人员在4月的一个财报电话会议上说, 对设备制造行业来说,在截至3月的这一季度中,刚才成本上涨了大约15%。 该企业财务张霍尔沃森,Brett Harveston,说,我们预计,全年的钢材和其他农矿产品成本都会比较高。 路透社报道说,在对钢铝加征关税后,一些小企业不会按计划雇用工人。 总部设在新兴那题的金属加工集团,花了大约1000小时重新协商各个合同, 因为他无法履行原来的价格。 路透社报道说,他还推迟了今年在设备上花费大约50万美元并雇佣新职工以扩张业务的计划。 报道说,受到打击的不仅是同中国有关的贸易。 由于针对加拿大工厂的关税造成新闻纸价格上涨,坦帕湾时报开始裁减50个工作岗位。 新闻纸价格上涨超过30%,每吨从600美元上涨到大约800美元, 这给坦帕湾时报一年的新闻纸开销增加了超过300万美元。 G7开城互家大会,马克龙放狠话,默克尔泼冷水,特朗普,我先走了。 俄罗斯向中国空运线超加速去美元,这些农民或正闷声发大财。 美国之后TPP再遭一击,马来西亚也要退群。 印度央行行长,美国适当的该停停了,多个国家快要应付不来了。 华尔街怒赞。 蚂蚁金服估值远超高盛、外媒,十年前,难以想象。 即是中国对媒趣。 中国人依旧承包了整个俄罗斯世界杯。 西门子CEO,一带一路倡议能改善全球70%人口的生活。 嫌弃全球化。 西门城最大受益者就是以开发国家。 今日科技。